《伏人》 《伏人》 你在哪里找到那么多的游戏 《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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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Asana》团队的《勇气漠视路2》 作为同一团队的作品 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八方旅人》才开始了解到 原来他们过去还有一个叫《勇气漠视路》的IP 对 现在可以不用叫《奇路旅人》了 考虑到《八方旅人》不熟的销量和口碑 我相信《勇气漠视路2》公布的时候 很多人是很期待的 只可惜这团火还没烧起来 就被官方的demo一面泼了一盆冷水 画面 优化 包括部分UI细节 似乎都没有达到玩家的预期 我自己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 即便后来SE根据试玩的意见 推出修改了大量内容的新demo 但《勇气漠视路2》在国电的热度就这么被搁浅了 其实 哪怕到了正式版 《勇气2》的小毛病都依然不少 随便还摊上了中文翻译的质量问题 但论完成度和体验的舒适度 确实没有八方女人那么省心 但真要说它不好玩 那也不至于 特别是在打通了游戏的真结局之后 莫名的还有点满足 作为八方女人的前辈 《勇气漠视路2》这款喜忧参办的作品 究竟适不适合你 希望本期可以提供一点参考 《勇气漠视路》初代是2001年发售的3DS游戏 但这个系列在国内的命名其实有点小混乱 特别是现在NS上的《勇气漠视路2》发售后就更绕了 我反正这个已经很久了 借此机会一定要吐槽一下 这事说起来也怪SE自己 2013年的时候 SE发售了初代的海外版 但本质可以理解为原版的威力加强 充实的剧情也改良了大量细节 比如系列灵魂的鬼畜四倍数就是这时候才有的 而且作为宣传 完全版还提前附带了还处于开发中的二代的新系统 导致很多玩家回过头了解这个游戏就会被误解 既然有二代系统了 那是不是在二代之后才发售的呢 由于当时玩盗版的人依旧不少 原版和完全版就容易因为缩略标题而混淆 很多人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玩的其实是初代的完全版 而正版这边 SE因为这个不厚道的行为 没少挨原版用户的骂 搞到后来真的续作要发售的时候 为了安抚人心 还强调这次绝对没有完全版 可以放心购买 找干嘛去 然而谁知道后来所谓的第二代续作名字又麻烦了 国内有两个反译 分别为《勇气默示录2》和《勇气默示录终结次元》 不知道还以为是两个有型 其原因在于《勇气默示录》的英文是《Briefly Defiled》 但2015年推出的续作 英文主标题变成了《Briefly Second》 严格上来说就不能叫《勇气默示录》了 变成第二勇敢了 不是最勇敢的那个了 所以上面两个叫法 一个是方便理解直接后面加个2 另一个是结合副标题的翻译 出发点都没有问题 然而《量子力学》的地方就在于 初代《勇气默示录也有飞舞的精灵》这个副标题 这就导致网上同时出现了《勇气默示录完全版》 《勇气默示录飞舞的精灵完全版》 以及《勇气默示录终结次元》 再加上两作的世界观是相通的 只要不是一路玩过来的 真的会被搞得一头雾水 直到现在去搜《勇气默示录2》的内容 有的时候弹出来的都还是《终结次元》那一代 甚至连初代的音乐制作人Revo加入这次新作的开发时 都忍不住吐槽了一下为什么又是2 连制作主的人自己都搞混了 所以准确的来说《勇气默示录2》是系列的第三作 这次重新回归正统命名 既是和过去划清界限 也象征着开发组重拾出京的愿景 所以即便是没有玩过3DS时代作品的玩家 也可以放心大胆的接触《勇气默示录2》 这一作的故事是完全独立的 没有门槛 当然独立的仅仅是故事 系统和玩法基本上还是延续了系列传统 尤其战斗这一块那是《勇气默示录》的核心卖点 突出的就是高自由 高自由首先体现在角色的行动方式上 官方称其为BND 奋勇和坚守 但我个人更喜欢叫它《圣宝系统》 如同字面上的历史 相比于八方旅人只能用先击斩行动值 然后一次性使用的储蓄型战斗模式 《勇气默示录2》的战斗 允许玩家提前透支未来的行动点数 即便透支的角色在之后的回合里 会因为胜亏无法行动 但透支也带来了巨大的受益 比如奶妈的大量回复 可以迅速帮助队伍脱离险境 规避团灭 杂兵战时能透支输出 有效减少敌方数量 减轻战斗压力 或者干脆提前结束战斗 只要玩家稍微花脸心思 就能轻易的改写战局 况且退一步来讲 《勇气默示录2》也是允许玩家记载行动点数的 所以《八方旅人》的战略思维在这里是依然有效的 《勇气默示录2》和《八方旅人》的另一个区别 在于《八方旅人》中的行动点数 关乎到技能等级 点数消耗越多 技能等级就越高 效果就越好 但《勇气默示录2》的行动点数就很直白了 行动四次就真的可以放四次普攻 四次技能 四次魔法 那表面上四次一级魔法和一次四级魔法 似乎是大差不多的文字游戏 也让人产生了这两个游戏好像没啥区别的错觉 但实战起来就不一样了 敌人不会傻傻的等着玩家眨好气再来开打 《勇气默示录》的模式强调的就是 资源调配的灵活性 保留博弈的同时统筹规划的地位更加突出 战略的复杂程度也因此以下拔高了 与此同时《勇气默示录》的另一个杀手键 是角色职业的高度自由 如果八方圆的八个常规职业加四个隐藏职业 已经让各位焦头烂耳了 那《勇气默示录2》总计24个职业的变态职业词 一定会让各位选择困难症患者进入绝症晚期 光是考虑单个角色主副两个职业的组合 选择空间就已经多到眼花缭乱了 什么近战法师 远程肉山 这种组合都是普通的不值一提 在《勇气默示录2》里 欲言盗贼 画师见身 银游龙旗 魔人导师 赌徒武增 狂战药师 只要玩家自己不嫌弃 什么妖魔鬼怪都能凑一对 敌人喜欢物理反击 那就给负责输出的角色 装上猎人的反击回避和幻影的回避添加 一旦敌人反击 就能百分百回避 同时反增一个行动点数 从此老婆再也不用担心我透支过度导致胜亏了 配合上提高行动点数上限的被动 甚至可以越打越勇 勇续不断实现涌动机 负面效果太恶心了 试试导师职业的第二天赋 只要将行动点数维持在1以下 就可以常驻全体的回蓝回血 轻buff 角色太脆一直跪 直接整上剑胜的绝命一击 每次死亡都能给对面一次全体攻击 从此发现了未曾想象的道路 挖掘每个职业独有的天赋的运用场景 合理分配被动技能席位 灵活利用高自由的圣宝系统 勇气莫斯路2的战略深度 有着极强的可塑性 可以说如何按照自己的游戏习惯和敌人特性 搭配出一套有效的战斗策略 就是这个系列最有嚼头的部分 此外本作还改良了行动顺序的计算 不只是单纯的敌我回合交替 而是根据玩家装备重量 速度 以及前一个动作采用的行为 来调节每个角色的行动顺序 所以重装的角色虽然素质亮眼 伤害可观 但遇上速度快点的boss 人家动了两次 这边才能轮上一次 相反的 轻装虽然机动性好 但也更不耐打 伤害低 这个小细节又进一步提升了游戏的战略空间 是要一个高速脆皮奶搭配减伤被动 还是肉三奶爸单独找两个人为它加速 又或者安排两个奶妈来平摊速度的差距 职业选择 装备组合 角色定位 被动天赋 速度考量 敌人特性 种种小心思堆积到后期 很容易就让人在装备界面上一埋头就是很久 而支撑着这些内容 让玩家愿意 或者说不得不去深入思考的根源 就是《勇气漠视路2》毫不妥协的高难度 不同于如今大部分主打友好的JRPG 《勇气漠视路2》是一款很难 很有挑战性的游戏 即便选择了简单难度 对于只想看剧情的轻度玩家来说 本作都绝对不是一个好选择 而且不只是游戏的难度曲线越抬越高 还包括了新玩家高昂的试错成本 老玩家对这个系列的套路和难度大概心里有数了 会很积极的尝试不同的职业 不同的套路 为之后的问题提前做好准备 但新人就很容易被传统追RPG的思路蒙蔽 找到一个趁手的模式就一直用下去 觉得专精 专注一个方向才能变得更强 但《勇气漠视路2》偏偏就没那么好心肠 他对玩家的需求是全方位的专精 什么都得会 什么都得练 而且有用的技能还基本都是高等级的 如果玩家打到后面才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套路被针对了 被游戏无情的从舒适圈里踹到大街上 才三生发现需要的那个职业压根就没有练过 哇 那就有的你难受的了 不过新人也不用太沮丧 天上不会掉馅饼 那些坚持玩下去的玩家 他们的胜利也是靠干硬化换来的 游戏中每个职业的职业等级分开计算 且需求量巨大 如果只靠主线正常打 我可以很负责的说 根本他们要的就不够 打得少的玩家可能一个章节都算不满一个职业的 而这样的职业 每个章节都会解锁四个左右 所以真的没办法 SE硬是要逼良为刷 几乎从第一个迷宫开始 我到每个地方都会有针对性的刷一段时间的怪 基本上都要刷到等级溢出 那个地区的敌人见到我扭头就跑 仿佛在说 别刷了别刷了老子见你就怕了 才会收手 但也真别觉得我有多厉害 即便刷成这样 该死的地方还是一样死 甚至最后打真结局的时候 敌人居然还会因为等级过高 而通体发红 那叫一个无奈 更可怕的是 游戏后期还能解锁职业的等级上限 本来只是干硬化 现在我整个人都快硬化了 不过想想也对 要不怎么叫勇气漠视路呢 没有点勇气和毅力还真刷不下来 明白了我为什么前面说加速是灵魂了吧 这游戏不鬼畜 是不行的 其实刷本身我是不讨厌的 因为我是那种玩RPG不管要不要刷 总之都会先刷一下的人 所以《勇气漠视路2》系列的古早调形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确实有很多人玩游戏是不喜欢刷的 而且本作的优化也不怎么争气 战斗 场景切换 触发剧情动不动就独条 时间虽然还能接受 但架不住次数多 而且游戏卡顿也很频繁 讲话的时候会卡 开小剧场会卡 呼出UI会卡 战斗开了加速偶尔也会卡 进入场景军行的时候尤其会停顿个几秒 虽然玩到后面也习惯了 但这体验真的是蛮糟心的 很多人就因为这个才没买正式版 这是SE负主要责任 但老任 咱也是时候提升一下机能了吧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NS有新机型 只有你自己不知道 总之勇气末世路2的高自由的圣宝系统和职业养成 让本作有着非常扎实有趣的战斗系统 高难度的流程设计也保证了玩家有足够的空间和压力 去钻研这个体系 所有喜欢在传统JRPG中体验极限操作的玩家 都会被本作的惊险刺激 险象还生的BOSS战所折服 而这些优点也决定了 在达到这份快乐之前 任何一位玩家都不得不面对并翻阅 名为卡顿和刷吉的两座大山 来自SE的新王道RPG 2012年伴随这句口号诞生的 就是名为《勇气末世路》的全新IP SE作为JRPG界的老大哥 想搞传承 搞王道情怀 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光是吉田名言负责的初代美术 这画面往那一放 就是浓得发吼的FF味 2D程式在规避了机能的同时 也让玩家在小小的掌机上 获得了超越机能限制的强烈幸福感 特别是开启了裸眼3D后 立体的场景更是有着童话世界的表现力 开3D舒不舒服 例如说 但对画面确实是有加持 就算是毫无特色的迷宫 在3D效果和倾斜视角的众生下 品质感也拔高了很多 而且3D时代的《勇气末世路》 做到了2D程式 3D人物和3D迷宫的完美融合 舒服的就像本该如此一样 什么叫王道 这就是教科术一样的王道 既复古又时尚 玩着玩着就沉浸下去了 仿佛思绪都被游戏带到了奇幻世界 所以如果说《勇气末世路2》有什么是最让我失望的 毫无疑问就是这六亲不认的画风转变 虽然这一代不再是由吉田名言负责主美 但也没必要特地为了改变而改变吧 尤其这卡通的角色配上显实的材质光影 和纯2D的幻想程式放在一起 怎么看对我有点不协调 过去那种浓浓的灵气一下子就少了一大半 我是有点爱不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喜欢3DS时代的画风扣1 喜欢星座的画风扣2 这种虚实结合的做法 很明显是从八方旅人继承过来的 但《勇气末世路2》有点用力过头了 如果能把3D的质感再改柔和一点 改幻想风一点 那整个游戏的统一性应该会舒服不少 也更符合这个系列的调性 王道RPG逃不掉的第二道坎就是故事 《勇气末世路》的故事风格 有点像是把DQ和FF融合的意思 乍一玩会有DQ朴实无华的纯粹 好人坏人一眼看穿 剧情发展一差一个准 对方撅个屁股就知道插火箭了 看似不然不惊 但因为注重角色的塑造 慢慢玩下去也到津津有味 就感觉里面各个都是人才 讲话又好听超喜欢在里面的 特别是初代伊迪亚和林格阿贝尔的单口相声 几乎承包了游戏80%的快乐 但后期又会像FF那样扩展世界观 拉大格局 故事发展也越发玄幻 中二气质立马就上来了 结局部分更是好好的燃了个里焦外嫩 到了《勇气摩世路2》这一代 风格更加像DQ靠拢 故事没有太多的花花肠子 追求刺激的玩家会觉得太四平八稳了 不过依旧讲得很扎实 也花了很多力气在城市居民和背景的塑造上 特别是不分支线 有一种他们也是世界的一份子 就算没有主线需要 也能遇到他们的真实感 这种看似不重要 不是人人都会注意到的小细节 对代入感的提升远比想象中的要大 其实《前野团队》作品的故事的好 往往不是故事本身有多么标新利益 比如《八方旅人》 主线被八个主角分割孤立 割裂感极强显然谈不上是多好 但当不满足于普通结局的玩家 经历磨难走到了真结局时 游戏又会通过几段日记 神奇的把八个角色串在了一起 那一刻就仿佛一道圣光从头顶上射下来 整个人瞬间就悟了 前面那些不合理的抱怨全部一笔勾销 满脑子里只剩下一句干爆他喵的魔王 这种有目的的 通过刻意编排的 让玩家在结尾达到强烈共鸣的 保证所有情感都能释放出来 被完全燃烧的特质 才是《前野团队》最擅长的网道 而这技巧 游泳的最娴熟的就是《勇气漠视录》 而且比《八方旅人》更加拍案叫绝的 是在于《勇气漠视录》的共鸣 是突破了游戏次元壁 与玩家本身相关的 以初代《勇气漠视录》为例 下面我会剧透初代里 两大经典轨迹的其中一个 会剧透这段是因为 现在已经很难有机会 再体会到当时的感受了 所以干脆剧透了 但如果是真的不想看的 给大家三秒 请自行跳到屏幕上的这个时间点 一 二 三 好 初代《勇气漠视录》 有着平行世界的设定 最终决战真boss的时候 会通过毁灭其他世界 来威胁玩家不要继续抵抗 如果只是这样好像也没什么 毁就毁呗 我怕你 但妙就妙在 这些被毁灭的世界 其实是玩家在游戏里的好友列表 是的 这个单机上的游戏 是有个网络的好友列表的 而在这之前 所有人都以为 这只是游戏用来提升社交属性的附带品 甚至觉得有点烂鼠 有点随大牛呢 但当这个轨迹真正的目的最终呈现 当玩家一边看着陪伴自己 几十个小时的好友被删除 一边和剩余的其他好友 和网络上数位谋面的 游玩着同一个游戏的平行世界的勇者们 超越物理法则 齐心合力的击败魔王时 试问 能不激昂 能不感动吗 能不发自内心的爱上这款游戏吗 我当年玩到这里 整个人都爆炸了 木灯口袋 一生的鸡皮疙瘩 那种冲击一辈子都忘不了 之所以舍得剧透这一段 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回去玩3DS 大概率也因为没有好友而体验不了 但游戏里的另一个轨迹 就经典到足以载入史册了 我就先不剧透了 有兴趣的自己回去体验一下 听别人说 绝对没有自己经历的来的震撼 这种突破次元壁的终极共鸣 在《勇气漠视录2》里依然是存在的 虽然这次的形式没有出带那么大胆 但还是精准的踩中了游戏玩家最敏感的部位 属于那种看似平平无奇 但越是回味 越是感触良多的设计 老实说本作相对平淡的固执基调 基本上就是靠这个细节强行拉回来的 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 如果要玩的话 尽可能的坚持到真结局 不要半途而废 终点的风景值得一看 更何况本作的配乐 可是请回了初代的Revo 普通的战斗和场景音乐自然就不用多说了 初代那首《云莹绕梁》的《最终战》配乐 更是至今都常驻在我的不放列表里 光是冲着对《最终战》配乐的期待 就觉得有必要挑战下去了 事实上这《最终战》也确实是整个游戏的点睛之笔 玩都玩了 不体验你一下 可惜了 《勇气默示录》将自己称呼为 来自S1的新王道RPG 究竟什么是王道RPG呢 怎么做才算王道呢 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因为它本身就和人们常说的3A游戏一样 属于一个宣传概念 然而没有标准并不代表没有意义 就像3A象征着高规格 我觉得王道象征的则是共鸣 是特定群体对特定时期特定作品的回忆 这份回忆既是玩家的也是开发者的 所以王道并不一定要满足普罗大众 但也绝非单方面的施加理念 优秀的王道游戏应该是一种诚恳的 对等的玩家与开发者之间的感情互动 就像《勇气默示录2》 既愿意加班加点 为DEMO感知超百项的细节调整 但也倔强的要在快餐的潮流里坚持高难度的流程设计 即便很多人可能会因此而离开 可我始终认为有底线的妥协才是真正的互相尊重 战斗 画面 剧情 无论好的还是坏的 《勇气默示录2》的每个方面 都能勾起JRPG鼎盛时期的回忆点滴 但同时改变传统回合制的圣宝模式 隐藏在复古外表下的3D演出 哪怕细枝末节的设定也要追究到底的作风 以及不满足于游戏本身突破壁垒寻求共鸣的故事框架 都确实在现代游戏的钢筋丛林里 为喜欢回望过去的玩家提供了一个最王道的怀旧港湾 《勇气默示录2》瞄准的核心用户 就是传统JRPG的忠实拥盾 或者更准确一点 是S1旗下RPG游戏的忠实爱好者们 既有熟悉的职业体系和熟悉的美术风格 也有不那么一样的战斗系统 和不那么一样的叙事技巧 搭配上极具挑战的赚严价值的难度设计 让本作的整体体验一半痛苦一半回味 颇有点苦尽方能甘来的意思 需要玩家具备一定的抗打击能力 纯粹的剧情打可能就不一定玩得下去了 至于大家吐槽的中文翻译 确实引游诗人和画师的技能翻译 会让人想起被阅读理解支配的恐惧 很多人物讲话的细节也有点腔掉过头的嫌疑 但总的来说并不妨碍理解故事 而且相比于中文的质量 目前NS版频繁的卡顿和读图 带来的负面影响要严重的多 不确定自己能否接受的话 就去下载个demo 基本上和正式版是一样的 好 肩膀同在 我是聂俊 我们下期再见 来 聂师傅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地方 这里半夜经常会有哇哦哇哦的声 哎呀 晓晓晓晓 过来帮我拍个照 哦 聂师傅 你先看 新键盘哦 对啊 怎么样你看 好像有点太故意晒键盘了 要不然你拍到我工作的样子 对 好像有点看不太清楚键盘了 要不再来一张吧 你把键盘用就用 老实这样拍拍拍有意思吗 不是 我自己花钱买键盘 炫鱼都没什么吧 谁还没有个机械键盘 这东西你自己知道好用就好了 老实这样的炫耀 你没用过这么好用的键盘吗 我不同意你会儿三个工法 如果这位先生 他买了阿米洛的机械键盘 他不拍照他不上网 那他跟买了几个键盘键盘有什么区别 可肯定有区别 机械键盘的手感和他的做工 这些都是真实的感受 要自己体验之后才会用 这是几十块钱键盘可以比的吗 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数据发的时代 我们的每个集中都是数据流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了解一个银 都是通过他的微信 如果他不分享 他这个银在我们眼中也会慢慢的消失 如果你刚天去看一部电影 你不拍照不发上网 也没有人知道你去看过 如果我每次去看风水 不拍照片不发上网 你们也不会找到我 麻烦你帮我拍下照片 可以 我看电影都是亲身去经历主角的故事 我听音乐都是陶冶自己的情操 我跟朋友出去玩都是真实的感情 这些我自己知道就好 我为什么要向全世界宣布呢 知道我什么用 你自己选 如果我不向往不分享 我在这里喊我是聂俊 那又怎么样 有人会相信吗 我信 你不分钱 没有人知道你热爱电影 你不分合 没有人知道你的生活 你不分合 别人对你存在着一谋手机 你这个人 就得在你世界修上流 最好叫我白拉比较往线 你懂吗 好 好